时间循环往复 历史精彩分成 但世界上还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我们去探索 即便已经过去的日子 我们亦不能知晓原本的模样 很多历史大多是我们自认为的那般模样 但有时候 我们认为的真实历史 也仅仅只是道听途说而已的故事 毕竟历史太过久远 胜利者为了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显得是顺其自然 明心所向 也会竭尽所能抹黑前任的功绩 毕竟要想树立形象 踩着别人的肩膀似乎更加容易些 有个比喻说得好 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人人都有装扮她的权利 我们也只能看到自己所认为的那样 这就会使得原本清晰的真相 会被蒙上一层难以解开的面纱 很多久远的历史 就是被覆盖了一层神秘 而我们要探寻的正是面纱之下的真实 众所周知 在历史上 商咒王就是暴君的代言人 历代君主对于他的评价 也几乎呈现出了一面倒的一致性 都觉得明白了商朝的灭亡 是由于咒王的暴虐 时时刻刻都不忘提醒自己 不能做商咒王一样的人物 比如说朱元璋曾这般说道 郑观汤已从剑府迷而新 咒已西非聚剑而亡 新王之道 再从剑与伏剑而 乾隆亦曾说道 咒已敌利而丧伤 若立威子之术 伤未必亡也 不过随着考古的深入发现 商咒王似乎并不是历史中被贬斥的模样 有不少关于他的事迹 只是被我们后来人自以为是的歪曲解读了而已 比如说 商咒王喜欢让众多男女裸奔这件事 这在现在看来确实够荒淫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件事放在商朝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而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俗 我们一起来看历史记载中的商咒王 商咒王 原明帝心 是商朝的最后一任君主 咒是一种恶事 为的就是将帝心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法脱身 说来倒也很有意思 当初为帝心选择这个嗜好的人 一定想不到 这一恶事的影响力会持续数千年 以至于我们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商咒王的真实名字 在很多史料之中 商咒王是一个昏庸残暴的君主 尤其是达己被收入后宫之后 商咒王当真是玩嗨了 他被达己迷的神魂颠倒 对他言听计从 而达己也不是一个正面人物 他怂恿商咒王干了不少坏事 比如说挖了笔竿的心 比如说制定了袍洛之行 再比如说逼死了很多刚正不阿的忠臣 落大的商朝也就是被这两人给葬送了 所以史书中对他们进行了持续的批判 商咒王成了暴君 达己也成为了红颜祸水 为了享乐 商咒王等人夜夜生歌 命人收集天下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 甚至还进行了大量的土木工程建设 新建大型阉台和酒池 竭尽所能地压榨名利 在史书中还有这么一个鲜明的故事 来佐证商咒王的荒淫无度 他时常会选好沙丘设宴 请来很多乐师助兴 摆好每位佳肴 然后召集男男女女来此 放任他们纵欲狂欢 肆意裸奔 这段史诗一度被认为是商咒王淫荡无度的代表事件 而我们自然也是这样认为的 毕竟这事实在有商风化 令人难以接受 但是专家们在发掘商周时期的墓葬时 却提出了另外一种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 考古中的发现 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 近年来专家们发掘了不少商周时期的墓穴 与后代墓穴不同的是 这些商周时期的墓穴绝大多数都是单人墓穴 几乎没有双人合葬的墓穴 这种现象并不寻常 按照我们现在人的理解 夫妻在去世后要合葬 以表示可以生生世世在一起 而这些单人墓穴的背后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商周时期 有稳定夫妻关系的家庭并不多 这也就意味着结婚在当时并不是普遍存在的 为了繁衍后代 成年的男女便会在官方人员的要求下进行群婚 本着这一推论 专家们也努力在史料记载中找寻到了相关的记录 而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答案 欢乐谷 既然当时没有发展成稳定的夫妻关系 官方就自然要考虑到传承的问题 解决男女婚育自然势在必行 于是他们就会规定一个时间 由官方人员指定一个场所 这个场所便被称之为欢乐谷 未婚男女者被成群的放在其中 他们可以肆意交往 肆意活动 以此来增加男女的配对 所以结合考古上的发现和史记中的记载 我们便能推测出 商周王让男女在沙丘上裸奔 并不是荒淫的表现 应该是源自于当时婚配制度的一种社会习俗 既然是社会习俗 自然被当时人们广泛接受 而我们如果刻意用现在的眼光来对古人进行批判指责 似乎有所不妥 商周时期的婚姻制度 在历史的长河中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婚姻制度 这也就意味着夫妻关系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 可以确切地说 直到私有制社会时期 才有了夫妻婚姻制度的概念 而我国夏商周时期是社会性质转型的关键时期 婚姻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发展很完备 能真正组建成家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而欢乐谷的习俗则应运而生 但是在欢乐谷中结识的男女 无法长期维持固定的关系 所以等到下次欢乐谷开启的时候 他们便会再次投身其中寻找伴侣 这也就是说商周王让男女裸奔 实际上也是为了促进男女的交往 维护社会的稳定 那么这一习俗为何会成为商周王的罪行 其实至于取了商朝天下的周朝有关 武王伐咒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但是古代讲究诗出有名 周武王要攻打商周王 必须要提高自己的正义性 而竭尽所能抹黑商周王则是手段 后来随着史书中不断对商周王的黑化 一些原本不属于他的罪行也被夹在了他的身上 以此来塑造一个地地道道的暴君 商周王被恶行强行加深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对此事提出了质疑 孔门七十二贤中的子贡就认为商周王的罪行 有一部分是因为失败后而强加给他的 而后来的孟子虽然批判商周王 但也没有否定商周王在位时有贤人辅佐和善致遗风 后来宋朝时期 一个名叫罗密的人在陆史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夏捷和商周两人的事迹太过高度相似 进一步指出了强加抹黑的观点 最后他指出 故繁衍节奏之事者 吾不敢尽兴也 想想也是 历史上好人千千乱 坏人却各有坏的点 如果两人连坏的方面都一样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到了近现代为商周王教区的人则越来越多了 这并不是一个坏的现象 而是说明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探寻 越来越关注了 著名学者郭默若一层言 武王克因时侥幸 万恶朝宗吉昼区 因心之民当恢复 因心之冤当解除 由此可见 商周王未必就像我们所认为的那般坏 而他之所以会臭名昭著 只是因为他是权力争夺中的失败者罢了